第九百四十一章 他是金龙粤语堂武林 依子晨闭上双眸 他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没可能再隐瞒了 长出口气 到一万年前 史莱克学院 曾被是神机定装 混倒炮弹昏灭 那是史莱克学院 自创办以来最黑暗的年代 也正是在那个年代 深渊未面侵袭 险些要将联邦覆灭 在那时 史莱克学院中心之主出现 是他 带领着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 在唐门的帮助下 重建史莱克 建立了现在的史莱克城 是他 将生命之种 种在海神湖底 最终 依靠着吸收了深渊未面的能量 成就永恒之术 他是联邦的英雄 更是史莱克学院历史上 最重要的几位大能之一 那一代的唐门门主 海神阁主 赤渣风云 最终与银龙王一起陨落的 龙王斗罗 金龙粤语 唐武林轰 在场众人 无不被伊子晨的话 震撼的大脑中一片空白 金龙粤语 唐武林 这个名字 对于史莱克学院 对于整个人类斗罗联邦 对于浑石的历史 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没有他 人类甚至都有可能 已经覆灭了 传说中 更是说 他乃是唐门鼻祖 初代创始人 海神唐三之子 是真正的神王后裔 此时此刻 张泽凯少将和那名大校 是听不到伊朗声音的 连接母舰那边的通讯器 自然也听不到 都被伊子晨以神石封锁 只有在场的几位神级强者 还有蓝轩宇和白秀秀 才能听得到 蓝轩宇整个人都有些发呆 他突然想起 当年 他第一次见到娜娜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商场之中 买下的那个金龙粤语 唐武林的首办 是啊 就在刚刚 乐叔叔离开 恒星探测器时候的样子 岂不是正和那首办 如出一辙吗 只是真正的金龙粤语斗凯 却要比首办看上去更加绚丽 这毕竟是真实的斗凯 乐叔叔 竟然是万年之前的人物 那他又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不是说 人类的年龄 哪怕是在生命学派的帮助下 最多也就只能活千年嘛 他 他当初不是死了 与牧尘的声音有些结巴 依子晨苦笑道 是啊 当初 我们都是亲眼见证了他的死亡 在他为歌主的时候 我还只是一名外院弟子 一名普通的史莱克学院学生 所以 当时隔万年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当我感受到他的气息 尽管那时候的他 还没有完全复苏 但我却完全可以肯定 我没有认错人 是他 真的是他 那个时代 还能活下来 活到现在的 能真正见证他身份的 也就寥寥几人 我算一个 与牧尘吞咽了一口唾液 所有的一切都能解释了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 依子晨在面对乐公子的时候 会显露出恭敬的神态 在和他一起行走时 会故意落后 这位如果真的是传说中的龙王斗罗 那么 在史莱克学院 他就真的是 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啊 那 突然之间 与牧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能让他如此失态 可见他想到了何等重要的事情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他说 他说 那位娜娜老师是 依子晨默默地点了点头 眼神有些复杂的道 真正的万兽之王 所有魂兽的神 曾经传灵塔塔主 兽神帝天的主上 也曾经是龙王斗罗的恋人 最终因为双方身处于人类和魂兽两面 相爱相杀的恋人 银龙斗罗 银龙武林古月娜 他的记忆不自觉地回到了万年前那争龙岁月 在人类最危急的时候 金龙月宇唐武林 银龙武林古月娜 这两个名字 在联邦是何等的耀眼夺目 是何等的辉煌 他更清楚地记得 那一场求亲 那最后的一场决斗 不知道让多少人流下泪水 多少人爆汗终身 他 他们 他们竟然都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羽木臣已经完全有些失态了 依子晨轻叹一声 伴随着唐阁主显露出五魂真身 再加上他的黄金龙腔 他的身份不可能再掩饰住了 联邦的历史学家 肯定会猜到他的身份 所以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曾经是人类的大英雄 对联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现在 他回来了 羽木臣的心有点乱 不 是非常乱 意识之间 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比他心更乱的就是蓝轩宇了 因为 他的娜娜老师 也就是乐叔叔和一老口中的 银龙武林 古月娜 在陨落恒星之前 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白秀秀呆呆地道 是的 他是 我想起来了 当初 当初正是他为我的爸爸妈妈 报了仇 我一直想要找他报恩 却始终没有找到他 是他 没错了 是他 乐叔叔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他 他钻井恒星表面了张泽凯少将的声音 突然响起 众人这才意识到 营就还在继续 目光全都朝住大屏幕看去 果然 唐乐 或者说是唐武林所画的巨大金龙 竟是直接钻入到了恒星表面之中 见起一片惊天火雨 下一瞬 他那巨大的身体又钻了出来 跟随着前方的银色长枪继续飞行 这 这是畅游恒星 游拥的游 母舰 传令 封闭舰队所有通讯和观察设备 下达封口令 有关今天所看到的一切 全军严守机密 如有泄露 严诚不带白龄大将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 当那巨大金龙出现 遨游恒星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 恐怕有大事发生了 那位被一老尊敬的存在 恐怕有极其不一般的身份 史莱克学院或者是唐门的隐藏大佬 具体如何 还要看联邦怎么判断 撤退时间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这位刚刚突破的实力 从恒星探测器那边传来的消息 超神机 很可能是斗罗联邦历史上 第一个超神机 一位超神机强者能做什么 看之前天龙新手作干了什么 据说 超神机强者 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毁灭一颗小行星 这已经绝对是可以和母舰相提并论的战略性力量了 恒星探测器内 蓝轩宇的情绪无比紧张 尽管他的精神力先前就已经有些透支了 但此时此刻 却连虚弱感都已经忘却了 双目死死的盯视住大屏幕 根本不用谁去说 张泽凯少将早就把图像捕捉 锁定在化身金龙王的唐武林身上 唐武林的速度很快 在白银龙腔的指引下 迅速在恒星表面上穿行 那强大的引力 恐怖的炽热 似乎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就是十二级强者的实力 哪怕是恒星也无法将它吞噬 恒星探测器继续保持在五千米的高空 根据唐武林的移动 母舰带动着恒星探测器持续移动 保持着和它的距离 此时的景象绝对可以用神机来形容 一条巨大的金龙 就那么在恒星表面的炽热火焰中穿行 金龙烈焰 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第942章娜娜真的还活着 这也是为什么白银大将 要在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和影像的原因 因为120级超神强者的出现 对联邦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绝不能被宇宙中的敌对势力轻易得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唐武林所画金龙王在恒星表面 很快就辗转腾罗超过半个小时了 换了真神级强者 这么长时间 恐怕也已经坚持不住 融化于炽热之中 但他身上的鳞片除了多了一抹赤红之外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 就在这时 那巨大的金龙王突然停顿了一下 紧接住 他竟是一头扎入一片金红色的粘稠液体之中 庞大的身躯很快没入 消失无踪 这 他竟是深入恒星 要知道 恒星内部的温度和恒星表面截然不同 那可是几何倍数的提升啊 所有人的心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嗓子眼 超神级强者虽然强大 但也肯定不是没有极限的 他这样 真的可以吗 没有让众人等待得太久 五分钟后 巨大的金色身影重新出现 此时此刻 他那庞大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 赤红的火焰在T表徘徊律动 可想而知 他此时身上的温度有多么恐怖 众人注意到的是 在他的一只前爪内 似乎是抓着什么东西 此时能看到的 只是一团赤红色 却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昂 激昂的龙音声中 金龙王双眸内 似乎充满了激动的情绪 庞大的身躯扶摇直上 冲入太空 在他身后 留下的是一片赤红色的光焰 宛如残影一般被拖拽出数千米 恒星巨大的引力 并不能影响到他的飞行 转瞬之间 他就已经飞入了太空 准备接应一老大喝一声 恒星探测器已经迎了过去 但也就在这时 一个意念传入探测器内 不用管我 我直接进入太空降温 巨大的金色双翼 在背后拍动 庞大的金龙王身形闪烁 直奔太空中的母舰方向飞去 立刻联系母舰 将他的情况告诉母舰 千万不要攻击 与牧尘迅速反应过来 向张泽凯少将急切说道 母舰的重要性 对于一支联邦舰队来说 那是最核心的 所以 一旦有外来物体靠近母舰 必定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而此时 金龙王只是为了降温而自行飞上去 万一被攻击 那可就麻烦大了 最重要的是 这位可是超神级强者 交好还来不及呢 事实上 与牧尘的担心是多余的 白灵大将一直都注意着恒星表面的情况 当那金龙王飞入太空之后 他立刻向所有舰队发布命令 让他们让开通路 金龙王此时似乎很庆幸 他也没有直接飞向母舰 而是在冲出恒星引力范围之后 就悬浮在太空之中 静静地停滞在那里 他身上的赤红色 正在逐渐退去 恒星探测器 在引力链的引导下开始回收 迅速向母舰方向升起 蓝轩宇的目光一直落在屏幕上 凝视着金龙王爪中的那团事物 可惜的是 有金龙王的巨大龙爪包袱 再加上那赤红色的光芒 有些扭曲光线 他依旧看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但他还是心跳有些加快 隐约之中猜到 勒叔叔可能成功了 母舰下腹开启 将恒星探测器吸入其中 另一边 金龙王身上的温度 也已经降低了下来 他的身形开始缩小 这才重新朝住 母舰的方向飞去 母舰下腹 最大的通道开启 露出宽阔的空间 金龙王直接飞入其中 他的身体 在飞入过程中 不断变小 最终 重新化位人形 稳稳地落入通道之内 真空 根本无法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恒星探测器才刚一停稳 蓝轩宇和众位神机强者 就已经冲了出来 早已经有车辆等待他们 带着他们直接到向金龙王 开启的通道位置所在 一道道金属门封闭 将外界的空间 与母舰重新隔绝 当蓝轩宇 他们到达地方的时候 白灵大将 已经带着一众 第七舰队的将军们 等候在那里了 金属门缓缓升起 门外 一道身影 显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依旧是全身覆盖着 金色的华丽斗凯 不是唐武林 不想将斗凯收起 而是因为 他身上的衣物 早已在高温之中消失了 收起斗凯 就意味着要露出身体 蓝轩宇一眼就看到 在唐武林双手之中 拖着一个东西 高温退去 他终于露出了本体 那是一个蛋 一个银色的巨蛋 高度足有接近一米五 此时被唐武林 双手托举在头顶上方 巨蛋表面 荧光缭绕 有着无数繁复 而复杂的花纹 散发着柔和的能量波动 蓝轩宇几步上前 跑到唐武林面前 声音颤抖着 乐叔叔 这时 唐武林的眼底 原本盈盈有红芒闪烁 但当他看到蓝轩宇之后 那红色渐渐退去 放心吧 他没事 他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 将自身元素化来抵抗高温 从而出现了反族的现象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一定会恢复过来的 我能感受到他庞大的生命力 并没有任何消散的迹象 太好了 这真的是太好了 蓝轩宇兴奋地直接蹦了起来 双手握得紧紧的 一把抱住了唐武林 唐武林微笑道 是啊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此时 其他众人也已经迎了上来 白铃大将再次见到唐武林 脸上表情已经完全变得不一样了 恭敬地道 您所做的一切 在我们眼中宛如神机 先请您休息吧 您有什么要求吗 唐武林道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就好 我确实是需要休息一下 不过要尽快返回母星 她需要生命能量的滋养 与牧尘赶忙点点头 道 随时可以出发唐武林道 给我一天时间吧 一天之后 我们返程好很快 母舰上一个最好的房间 安排给了唐武林 还有她手中的银龙蛋 蓝轩宇一直跟随着唐武林 来到房间之中 看住那巨蛋 她心中充满了热气 其实 她自己一直都知道 这次对娜娜的营救 很可能不会成功 她一直都知道的 可是 当他们真的将不可能 化为可能 真的出现了奇迹 她简直难以形容 此时的心情 娜娜老师还活着 真的还活着 还有什么比这 更让人开心的事情呢 唐武林小心地 将银龙蛋放在地面上 看向蓝轩宇 轻声道 轩宇 你的精神力也透支得厉害 先去休息吧 我也要休整一下 然后咱们尽快返回史莱克学院 回去之后 你娜娜老师的恢复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会放下其他一切事情 一直守在她身边 好的 好的 乐叔叔 那您赶快休息 蓝轩宇忙不迭地说道 刚刚深入恒星救人 毫无疑问 唐武林的消耗 必定是巨大的 如此巨大的消耗 休息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蓝轩宇赶忙退出房间 她虽然精神力透支得很厉害 但说也奇怪 此时此刻 在兴奋的情绪作用下 她整个人都一直处于 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之中 居然连先前的虚弱感 都已经消失了 第943章突破 第17层封印 房门闭合 唐武林平和的表情 却渐渐出现了变化 一抹痛苦之色 瞬间浮现在面庞上 先前当着唐武林的时候 她尽可能地在压制住自己身体的反应 而此时此刻 却有些要压制不住的趋势 一股股恶念不断向头部冲击 在她内心深处 似乎有一个宛如恶魔的声音 在不断地呐喊住 嘶吼住 想要冲破最后一层阻隔 彻底地攻陷她的精神之海 她的双眸重新变成血红色 一股股凶利之气 从体内迸发而出 充斥在整个房间之中 她的身体也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身体表面的金色鳞片 极其不稳定地波动住 不时就会变成血红色 散发出浓浓的杀意 就在这时 银龙蛋表面 一层淡淡的银色光韵扩散开来 似乎是感受到那凶利之气似的 这银色光辉清冷而柔和 所过之处 血红色迅速淡化 唐武林右手赶忙按在银龙蛋之上 身体微微一震 银色光韵顺住她的手掌攀升 很快就蔓延在她身体的每一部分 得到银龙蛋的帮助 她的表情才算是重新变得平和下来 略微松了口气 第十七层封印冲破 第十八层也不稳定 不能让她出来 否则的话 我恐怕就不再是我就这样 她一只手按在银龙蛋之上 气息渐渐稳定下来 毫无疑问 这次的营救时间 将会被记录在斗罗联邦的历史上 斗罗联邦有史以来第一次恒星营救 成功 斗罗联邦有史以来第一位超神级强者突破成功 这两个事件无论是哪一个 都是足以引起轰动的 更何况两件事合在一起 除了蓝轩宇 白秀秀他们之外 此时心情最好的就要属于牧尘上将了 这位第一战神觉得自己简直是幸运之神附体 他太庆幸自己当初答应蓝轩宇 代表军方向联邦施压 进行这次营救了 蓝轩宇会念他的好 而且这次营救的 竟然是曾经那位传说中的任务 银龙武林古月娜 而出手的更是万年前联邦真正的第一人 事实上 现在也应该是联邦第一人的 金龙乐语唐武林 这二位竟然还活着 这谁能想得到 先不说他们各自在原本势力中的地位 单是他们的个人实力 就足以影响到联邦神级强者层面的格局啊 毫无疑问 金龙乐语唐武林已经突破到超神级了 银龙武林古月娜能够挡住天龙 并且在恒星内这么长时间不死 肯定也是真神级巅峰层次的存在 这次 他无疑会得到包括蓝轩宇在内 他们这三位的好感 对于战神殿 对于他自己来说 都是极大的好消息 对此 白龄大将已经在总指挥部 给了他非常高的赞扬 这次营救的情况 肯定是不能向联邦高层隐瞒的 所有资料已经迅速汇总完毕 向联邦议会以及军部汇报 军部直接下令 让白龄大将派遣可靠的舰队 护送蓝轩宇他们返回母星 而此时的蓝轩宇 对于外界这一切却是浑然不知 他正和白秀秀一起 在冥想中恢复着 他身上的龙神气息 对于白秀秀来说也非常有益 会让他的深渊冰魔龙血脉 出现纯化现象 有助于巩固变异五魂 冥想状态内 蓝轩宇受到心境的影响 他整个人都处于 一种非常奇异的感受之中 意识在脑海中徘徊 精神之海在激荡中波动 娜娜的营救成功 对他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让他的内心更加坚定了一件事 有智者施敬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想 敢去做 就有成功的基础 有了成功的可能 所以 他的精神意志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精神力潜移默化的静升柱 朝着更高的层次发起了冲击 人的精神力进化有几种方式 年龄的增长 会让精神力持续提升 一直到身体成长到最佳阶段 再逐渐衰落 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精神力修炼之法 也能够让精神力增长 再就是强烈的刺激 如果刺激是正向的 那么 也会让精神力成长大幅度提升 就像是魂力修炼时的名物一般 蓝轩于此时 就处于这最后一种状态之中 从大悲到大喜 短短十几天时间里 他经历了几乎这一生最大的精神波动 此时终于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 沉浸下来的他 精神力在快速回复的过程中 也开始了质变 他本就已经将精神力修炼到了 灵渊镜接近巅峰的水平 此时再次进化 就已经朝着灵欲镜的方向 再迈进了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当蓝轩于从冥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只觉得周围的一切 彷復再次变得清晰了似的 并不是他所在的房间内变得清晰了 而是在感知中 所有能感知到的一切变得清晰了 他能清晰地捕捉到 白袖袖呼吸之间的频率 感受到他心跳中的每一处细微波动 哪怕是合金 都无法阻挡他思感的延伸 外面的声音 似乎可以伴随着他的意念 而变得嘈杂或者是安静 精神力似乎不再是 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 而是成为了一种他可以完全调动 哪怕没有子及魔童 也能按照自己心意而变化的特殊能量 和魂力截然不同的是 精神力被调动到什么地方 它的意志也就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似乎伴随着精神力的延伸 它就能掌控和感受到外界的一切似的 他隐约察觉到 自己的精神层面似乎已经进入到了另一个境界 灵欲镜 应该是突破了灵欲镜的那一层门槛吗 正常来说 魂师如果能够达到灵欲镜的层次 那么 就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类技能 甚至是精神领域 只是现在的蓝轩宇 还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变化 但他又能肯定 自己肯定是突破了 手腕上的魂导通讯器轻微地震动起来 蓝轩宇低头看去 上面有信息传来 告诉他 休息后之后就准备出发 穿梭车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正在这时 似乎是感受到了蓝轩宇的苏醒 在他身边的白袖袖也睁开双眸 他眼眸的红肿已经伴随着修炼消失了 欣喜地看住蓝轩宇 一脸的巧笑嫣然 蓝轩宇握住他的手 把他拉入自己怀中 用力地抱了抱他 你轻点 就会占我便宜 哼 白袖袖在他肩膀上垂了一下 深蓝色的发丝 铺在蓝轩宇身前 一种幸福 悄无声息地包袱住他们 要回母星了 乐叔叔说 要早点回去 娜娜老师的恢复 需要生命能量 问 好 两人站起身 出了房间 登上穿梭车 穿梭车早已有设定好的程序 在母舰内快速启动行径 大事已了 蓝轩宇此时的心境开阔 这才有心思更多地去观察这艘母舰 母舰实在是太大了 简直就像是一座城市 来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从其他人的直言片语之间 他也隐约了解到 在母舰上 有超过20万人 第944章返回 这些人之中包括作战单位 研究单位 指挥单位等等 分工明确 各有作用 很多时候 宇宙舰队执行一次任务 就要数年 甚至是十数年的时间 有些人甚至一出来 就是半辈子都回不了价 所以 在太空舰队之中 是不禁止恋爱的 事实上 为了能够维持将士们的心境 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 舰队配备的女兵数量 从来都不在少数 所以 女性指挥官的数量 也是相当不少的 高等学院的心计指挥系 对女学生的招收 甚至是有优待的 但要比招收男学员 更增加形象气质考察 所以 在舰队之中 美女从来都不缺少 母舰内 甚至有各种级别的学校 一旦有女性怀孕生孩子 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 一支宇宙舰队 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 很多孩子 从出生一直到十几岁 都没有离开过母舰 都会下意识地认为 这里才是自己的家 白秀秀不时看看蓝轩宇 她能感受到蓝轩宇目光中的热气 想做指挥官 指挥战舰 白秀秀轻声问道 蓝轩宇点点头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真的看到了宇宙舰队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几分 遨游宇宙的感觉 真的很美妙 白秀秀微微一笑 是啊 每次咱们33天翼战舰在宇宙中飞行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特别自由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蓝轩宇笑道 反正我要是参军 也一定会拉着你 之前与牧尘上将提出 希望我能到舰队中磨练一段时间 说实话 我有点心动 这次回去之后 看看学院的意见白秀秀道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我也没有别的亲人 摸摸她的长发 蓝轩宇脸上的笑意 是掩饰不住的 这次的经历 可谓是跌宕起伏 但也让她和白秀秀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 让蓝轩宇没想到的是 他们回城所乘坐的 不再是原本的战神17号战舰 而是一艘战列舰 隶属于第七舰队的战列舰 并且有四艘流星级攻击舰护航 事实上 有六大神级强者坐镇的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这么做 是军方在表现一种态度 一种重视的态度 毫无疑问 这个重视不是给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 自然也不会是给蓝轩宇的 而是给那位已经被确认了身份的龙王斗罗 金龙粤语唐武林 以这位对于史莱克学院 对于唐门的影响力 他的回归 对联邦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 现在无论是联邦还是军方 都不太清楚这位接下来会如何 所以 先示好是十分必要的 要知道 唐武林的威望 哪怕是过了万年 依旧在联邦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别的不说 当初 正是他解决了人类和魂兽之间的矛盾 是他的命令让魂兽之后 有了自己的栖息之地 无论是森罗星 还是金灵星上的魂兽 对他的感恩都是无庸置疑的 更何况 还有那位银龙武林古约纳的回归 科学家解冻了古约纳 却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他的身份 令联邦科学院简直是尴尬 这位对于魂兽的影响力无疑会更大 放在当初 他甚至曾经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但现在的情况显然不一样了 当初古约纳和唐武林之间 那种各自站在种族立场不得不对立 最终相爱相杀的局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人类已经和魂兽和平共处 甚至给了魂兽两颗行政新生存 根本矛盾已经消失了 因此 这两位无论是在影响力 还是在个人实力方面 都是让联邦非常重视的 关键是 联邦并不清楚他们接下来想要怎么做 根据已经知道的消息来看 无论是古约纳的娜娜老师 还是唐武林的乐公子 似乎都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出现十几年来 根本都没有要做什么的意思 只是平静的生活而已 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引出了他们 他们甚至还会平静地在联邦之中生活 也正是因此 另一个目标也出现在了联邦注意力之中 那就是那位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蓝轩宇 古约纳的出现 正是为了营救蓝轩宇 而根据后来从33天意收集到的信息 古约纳当时最后 对蓝轩宇说 自己可能是他妈妈 这个信息就十分重要了 唐武林和古约纳曾经是恋人 古约纳的孩子 自然也就是唐武林的孩子 也就是说 蓝轩宇很可能是他们的儿子 有关于蓝轩宇的各种资料 第一时间就摆在了联邦高层们的案头上 蓝轩宇也不知道这次的营救事件 对自己的影响会如此之大 可就算他知道 他也依旧会这么做 没有什么比就娜娜老师更重要的事情了 无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压力 他都觉得是值得的 战列舰乘坐的舒适性确实是要大多了 长度超过2000米的巨大战舰上 有各种设施 有专门的休息区 娱乐区 生活区 几乎和一座小城镇没什么区别 蓝轩宇他们自然是被安排在了条件最好的地方 唐武林依旧是带着银龙弹继续冥想休息 蓝轩宇一路回归 也是和白秀秀一起冥想 精神力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之所以没有出现领域 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正处于将要突破到领域境 又没有完全突破的状态 领域境是精神力突破的一个重要门槛 如果精神力能够达到这个层次 就意味着魂师未来向上提升到极限 堕罗的可能性极大程度的增加 也是成就神级的必经之路 这次对娜娜的营救虽然成功了 但也让蓝轩宇对于实力的渴望又一次爆发 在一众神级强者之中 他能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 不到神级 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战斗力 毕业考试结束之后 原本应该松口气 好好放松一下 但在紧迫感的驱使下 却让他下定决心要倍加努力的提升自身 早日开始下一次的突破 战列舰在太空中的飞行十分平稳 甚至都感受不到是在太空之中 内部的拟态系统 甚至会让人觉得是生活在陆地上 四天后 在五艘战舰的护卫下 他们来到母星大气层外 属于第七舰队的战舰 不会停留在母星 将会直接返回第七舰队 蓝轩宇他们换成战神十七号战舰 回归母星 直接返回史莱克城 空气系统开启外循环 浓郁的生命气息顿时涌入 蓝轩宇睁开双眸 看住闲窗外 看住那熟悉的景象 在这一刻 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不再是原本的少年 而是真正要开始承担责任的青年了 阳光透过闲窗洒落在他身上 坐在他身边的白袖袖 清晰地看住他那长长的睫毛 还有在阳光映衬下 身上旁腐有金色光辉 在闪耀的样子 一时间不禁有些吃了 他们回来了 营救娜娜老师之后 成功回来了 第945章最幸福的是 战舰稳稳地停在 史莱克城宇航中心 外面并没有盛大的迎接队伍 只有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唐门和战神殿的车辆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轩宇 期待你的消息 与牧尘上将面带微笑地说道 蓝轩宇向他恭身一礼 认真的道 我一定会好好考虑 与将军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与牧尘拍拍他的肩膀 眼中流露出 含有深意的微笑 你们的嘉奖 应该也要下来了 说完 这位上将向其他众人告辞 登上车辆走了 战神殿的人走了 剩余的就只有史莱克学院 和唐门的人 孟非站在一老身边 看住右手拖着银龙弹的唐武林 试探着问道 您是跟我们返回唐门 还是回史莱克 唐武林道 还是回史莱克吧 他恢复需要更多的生命力 紫辰 给我在永恒之树上找个地方 我需要带着他闭关一段时间 十一老恭敬地答应一声 乐叔叔蓝轩宇叫了一声 眼神有些复杂地看住唐武林 此时此刻 他也能猜到一些什么 但他还需要去确认 唐武林轻轻地摸摸他的头 我的记忆恢复了一些 但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次闭关 力求恢复的更多一点 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 原本的记忆封闭 更多的是为了逃避 但我想 现在似乎不再需要逃避了 我们就在史莱克 放心吧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已经是陌生的 它更多应该是属于你们的 想做什么就去做 就算做错了 还有我说完 他张开左臂 将蓝轩宇揽入怀中 用力地抱了抱他 蓝轩宇眼圈微红 但心头却有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蔓延 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却没有再说出来 唐武林手托迎龙弹 率先上了车 其他人也纷纷上车 孟非和唐淼对视一眼 唐淼道 我们赶快通知老大吧 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嗯 那是自然 让老大定夺吧 不过 我看前辈似乎是没有在参与到 学院或者是唐门的管理之中 他的情绪好像有点不太对 太平静了一些嘛 是啊 他的真实年龄已经过万年了吧 比一老都要更久远 他老人家的想法不是我们能测度的 反正无论怎样 我们这算是多了个靠山嘛 120集 没想到真的可以做得到 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史莱克学院的浑倒汽车驶入校园 现在的史莱克学院正式放假期间 校园内非常安静 浓郁的生命气息萦绕 郁郁匆匆的植被随处可见 浑倒汽车将蓝轩宇和白秀秀 送到宿舍区停了下来 两人下了车 车窗开启 唐武林向蓝轩宇点了点头 突然他抬了抬手 一道金光闪耀 蓝轩宇下意识地愣了一下 紧接住 他就感觉到自己掌中似乎多了什么 低头看时 唐武林之前 手中那柄修长的金色双肩长枪 已经在他掌中 这曾经是我姐姐送给我的礼物 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 它的名字叫做黄金龙枪 用右手使用 会很适合你 唐武林微笑住 向蓝轩宇摆摆手 低头看住手中的黄金龙枪 蓝轩宇下意识地上前两步 浑倒汽车 却已经向海神湖的方向开去 蓝轩宇停住步伐 心情激荡 他 他是我爸爸嘛 有关于唐武林和谷月娜的故事 他当然听过 如果娜娜老是是他妈妈 那毫无疑问 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一切似乎都已经真相大白 自己体内的金龙王血脉 银龙王血脉 可不正是来自于父母 只是 自己该怎样向爸爸 妈妈去询问呢 原本他是想 如果能够救回娜娜 他就去问南城 可是 娜娜真的就回来了 他却发现 自己依旧无法开这个口 去询问父母 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这实在是 有点太过伤人 可是 所有的证据都在显现着 蓝翔和南城 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别为难了 你有两个爸爸 妈妈 还不好吗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啊 生也是亲 养更是亲 白秀秀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蓝轩宇心头微微一震 猛然转身看向他 白秀秀柔声道 你那么聪明 这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 你和娜娜老师 和乐叔叔的关系 已经无庸置疑 还需要什么印证呢 不用的 蓝叔叔和南阿姨 永远也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有更多的人爱你 你应该觉得幸福才对 又怎么会是困惑呢 听了他这番话 蓝轩宇沙那间 只觉得心头豁然开朗 是啊 对了一对爸爸妈妈 对自己来说 应该是在幸福不过的事情 怎么会感到困惑 还有什么要询问的 根本不需要啊 无论什么时候 那也一样是自己的父母 他笑了 明媚的笑容浮现在面庞上 猛然一个雄豹 将白秀秀用力地 搂入自己怀中 不只是我有两对爸爸妈妈 你也一样啊 我的爸爸妈妈 以后不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讨厌的你 就在这时 蓝轩宇手腕上的浑倒通讯器 突然震动了起来 他没看 抱着大美女呢 娜娜老师也就回来了 在他看来 现在没什么 比继续抱着大美女 更重要的事情 你快接呀 白秀秀捶了他一下 不接蓝轩宇 继续拢着他 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万一是学院领导找你呢 白秀秀翘脸微红 推了推他 蓝轩宇有些无奈地松开怀抱 向自己的浑倒通讯器看去 这一看 他的表情顿时僵硬了一下 怎么了 白秀秀凑过来 看向他手腕上的浑倒通讯器屏幕 屏幕上有两个字 妈妈 蓝轩宇备注是妈妈的 显然不可能是谷月娜 白秀秀抬头看向他 一时间 眼神也有些复杂 蓝轩宇深吸口气 递给他一个不用担心的眼神 这才接通了通讯 妈 我们看来真的是心有灵犀啊 我才刚回学院 您的通讯就打过来了 蓝轩宇笑呵呵地说住 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 可另一边却是沉默的 妈妈 怎么了 蓝轩宇疑惑地问道 轩宇南城的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似乎是哭过了 妈妈 您没事吧 是不是爸爸欺负你了 我这边正好要放假了 过几天我就回去看你们 给您撑腰 轩宇娃 通讯另一边的南城 已经哭了出来妈妈 您别哭啊 妈妈 我爱你 也爱爸爸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儿子 这样吧 我带着袖袖 这就回去看你们 好不好 这就回家蓝轩宇柔声说道 嗯 嗯 另一边 只有南城哽咽的哭声 听着她的哭声 蓝轩宇顿时觉得心头一阵纠紧 在这一刻 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妈妈 您永远都是我的妈妈 我们快变成空中飞人了 白秀秀看住挂断了通讯的蓝轩宇 第946张绅士 要不 你别去了 连续折腾 太累了 蓝轩宇有些心疼的看住明显轻减了几分的白秀秀 说什么呢你 我也要去给你撑腰啊 走了 一边说着 白秀秀一把拉起她的手 根本就没回宿舍 从储物浑倒器中释放出他们的浑倒汽车 直接开着就朝外而去 天罗兴 南城呆呆地坐在卧室里 他的双眸已经哭得都红肿了 蓝翔就坐在他身边 今天 他们刚刚接到了联邦的询问 一切都无法再隐瞒 蓝轩宇来自于诞生的事情 不只是有他们知道 还有当时的同事 很多事情是经不起调查的 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联邦并没有因此而处罚他们 什么都没有多说 就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回来了 南城意识到了什么 这才给蓝轩宇拨通了通讯 他最担心的是 蓝轩宇因为身份问题而受到影响 可从刚刚蓝轩宇的话语中就能听出 他似乎是知道了 而且没有因为身份而被影响什么 轩宇怎么说 蓝翔的呼吸有些急促 他说 他爱我们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他的爸爸 妈妈 他还说 这就带着秀秀回来看我们 老公呜呜呜 南城扑入蓝翔怀中 放声大哭起来 蓝翔长出口气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我们终究不能那么自私啊 轩宇的身份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 他是我儿子 南城哽咽着说道 嗯 他是的 蓝轩宇是在史莱克城宇航中心 给刘峰打了个通讯 告诉他通知大家 自己和秀秀平安 娜娜老师也就回来了 让大家可以去放假了 他也和白秀秀放假 回家几天 至于回家的方式 自然不需要民航飞船 直接驾驶33天翼战舰返回 哪怕只有他们两个 在非战斗情况下 驾驶战舰也毫无问题 自从巡航模式 都足以将他们带到天罗星 几天后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南城几乎是反射性的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这几天已经不止有一次敲门声 尽管他明知道 蓝轩宇不可能那么快回来 但每次却都是第一时间冲到门前 而这一次 轩宇 尖叫一声 南城紧紧地抱住蓝轩宇 泪水奔涌而出 风尘仆仆的蓝轩宇被吓了一跳 赶忙抱着南城回屋 还是白秀秀关上了房门 妈 您别哭 别哭啊 蓝轩宇用柔和的魂力 带着些许水属性 轻柔地安慰住他 南城哽咽着 身体轻微地颤抖着 久久无法平复 蓝翔没在家 应该是去工作了 这个熟悉的家 蓝轩宇已经好几年 都没有回来过了 家里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依旧还是那么熟悉 就连味道都没有变化 好办上 南城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手有些颤抖地 拨着通讯号码 我告诉你爸爸 让他赶快回来 那一个小时后 蓝翔也回到家中 看到蓝轩宇 蓝翔抿了抿嘴唇 霸蓝轩宇主动上前 给了他一个拥抱 蓝翔脸上 这才多了几分笑容 虽然有段时间没见了 但从儿子身上 他丝毫没有感觉到陌生 这让他的心放下了许多 南城看了看蓝翔 再看看蓝轩宇 蓝翔向他点了点头 南城低声道 轩宇 有些事情 是该让你知道的时候了 当初 妈 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天和您通讯的时候 我不就说了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儿子 无论什么时候 谁也无法改变 我爱您 也爱爸爸 这就足够了 以前的事情 以前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想知道 那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 从小到大 是你们将我养育成人 没有你们 哪有我 蓝轩宇的话 让南城身体轻微地颤抖起来 再次气不成声 蓝翔走过去 搂住妻子 柔声道 我就说了 孩子虽然长大了 但也更懂事了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会是我们的儿子 偏你瞎担心 南城突然抬起头 抗声道 只有我担心吗 不知道是谁 半夜不睡觉 偷偷地在阳台上 抽烟抽到天亮 哼 你以为我不知道 燕卫儿都能熏死人 看出他们习惯性的互对 蓝轩宇顿时笑了 也放下心来 爸 妈 这次我和秀秀回来度假 我们毕业考试结束了 考上史莱克学院内院 应该毫无问题 最近考试 可是把我们累坏了 可要多给我们做点好吃的 开学之前 我们可就在家里蹭饭了 哪都不去试的 回来的路上 蓝轩宇就已经决定了 好好陪陪父母 这些年 他一直忙于修炼 回来的次数很少 马上就要进入内院了 未来还可能去舰队 一定会更加忙碌 正好趁着这次回来 多在家里住住 他的勒叔叔和娜娜老师那边 留在史莱克内院恢复 本身也是在闭关 并不需要他陪伴 出发之前 他也特意给阴洛宏 播了通讯 向他请了假 被批准了 他们有一个月的假期 可以好好地放松 休息一下 太好了 没问题 妈妈这就出去 给你们买好吃的去 保证让你们回去之前 胖三圈 南城的情绪 明显已经调整过来 见到儿子 再加上儿子的话 让他心头大定 你先别去那 蓝祥拉住南城 然后看向蓝轩宇道 轩宇 你的心意 我们已经明白了 爸爸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说到这里 蓝祥的眼圈 也有些红 但是 有些事情 你还是应该知道的 毕竟 这关系到你的身世来历 对你未来寻找 自己的身世 也会有帮助 蓝轩宇愣了一下 他原本是不想知道 自己当初是如何 来到南城和蓝祥身边的 毕竟 那已经不重要了 身份的确认 早已在血脉相通之下肯定 当年 我和你妈妈也是生活在母星的 我们驾驶着一艘探测飞船 在母星的鸡北之地进行探查 我们万万没想到 在这颗看上去如此奇异的 金银双色弹中 会出现一个人类的婴儿 是的 那就是你蓝祥将当初 他和南城在鸡北之地 发现蓝轩宇的过程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因为你没有留下任何弹的痕迹 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向联邦汇报 在商量之后 我和你妈妈决定收养你 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 你具体的来历 我们也不清楚 只是知道 你应该有着非同一般的绅士 几天前 联邦政府将我们叫去 特意询问了有关你的事情 我们都很担心 担心你出了什么事 幸好 你一切安好 你妈妈哭 不只是怕你不认我们 更重要的是 担心你的安危 诞生的孩子 蓝轩宇的目光有些呆滞 虽然他已经猜到了 自己并非蓝祥和南城轻生 却也没想到自己的来历 竟然会是如此的奇葩 从蛋里生出来的吗 什么鬼这是 而且还是从极北之地捡回来的 第947章蓝轩宇不是人 也就是说 蓝轩宇自己不是纯粹的人类 各种纷乱的念头 不断在蓝轩宇脑海中闪现 坐在他身边的白秀秀 又何尝不是听的目瞪口呆 他 他竟然也不是人类 诞生的 只能是魂兽吧 原来 他竟然是和我 一时之间 房间中的气氛有些诡异 或许是这段时间 经历的大风大浪太多了 蓝轩宇渐渐回过神来 苦笑道 没想到 我竟然是这么来的 不过 这似乎也印证了历史 蓝翔和南城对视一眼 蓝翔促眉道 验证历史 怎么说 蓝轩宇喃喃的道 爸 您记得吗 小时候你经常给我讲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 就是万年前 史莱克重建中心的故事 那时候 史莱克学院曾经被毁灭 而被毁灭的史莱克学院 是在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的努力下 重建完成 才有了现在的史莱克学院 那时的史莱克七怪之首 名为唐武林 龙王斗罗唐武林 那也是人类与魂兽和解的年代 最后一战 龙王斗罗唐武林和爱人 银龙斗罗古月娜大战 却最终双双殉情于对方 化为流星 消失无踪 根据历史的记载 那时候他们消失的方向 就是北方南城忍不住道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蓝轩宇苦笑道 娜娜老师 应该就是银龙公主古月娜 她在万年之后 被科学家从冰封之中复苏 发现她的地方 就在极北之地南城 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瞬间捂住了自己的嘴 蓝翔更是失声道 你是说 蓝轩宇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的 她很可能是我的亲生母亲 所以才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感受到相近血脉的吸引 她为了救我受了重伤 现在还在学院之中沉睡 她在当初救我的时候 对我说 她有可能是我妈妈 如果我真的是来自于极北之地 蓝翔和南城夫妻 此事也是有些呆滞 他们万万想不到 自己找回来的家庭老师 居然会是蓝轩宇的亲生母亲 更重要的是 蓝轩宇竟然来自于万年前嘛 这一切实在是太过于不可思议 银龙公主古月娜 那是传说中的银龙王 那也就是说蓝轩宇的生父 就是龙王斗罗唐武林了 史莱克学院历史上极其少见的 同时兼任史莱克学院 海参阁阁主和唐门门主的人 或者说是唯一一位 毕竟 就算是当初的唐门创始人唐三 都没有兼任过二指 他们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联邦找上自己夫妻 问了当初的情况之后 就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回来了 这些很可能都和蓝轩宇的真正身份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娜娜竟然活了万年嘛 娜娜你的亲生父亲 南城低声问道 蓝轩宇苦笑道 您也认识 也见过 您记得乐叔叔吗 您当初还说过 我和他长得有点像嘛 他应该就是当年的龙王斗罗 南城和蓝祥这次 是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所有的一切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如同循环一般 万年前的一对恋人 甚至可以说是万年前的第一恋人 竟然还活着 而自己养育长大的儿子 竟然是他们的儿子 这已经不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了 蓝祥深深地看住蓝轩宇 足足伴赏之后 才道 儿子 这段时间 你已经过得很是跌宕起伏吧 蓝轩宇苦笑着点点头 我也是最近才有点适应了 事实上 他接受这件事更重要的原因 是救援娜娜的整个过程 娜娜陨落恒星对她的刺激实在是太大 以至于其他事情相对来说 就都觉得会好接受得多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挺好的 现在乐叔叔和娜娜老师 都在学院那边休养 无论以后如何 有一点都不会改变的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爸爸 妈妈 就算以后我认了他们 这也绝不会改变 那天秀秀跟我说的话 让我一下就明白了 别人都只有一对爸爸 妈妈 可我却有两对 这不是比别人更多了双倍的幸福吗 如果没有你们 说不定我早就已经死在极北之地了 更不用说有今天了 所以 以后我只会更爱你们 宝贝子南城大叫一声 一下扑过来抱住蓝轩宇 在他脸上连层亲了几口 然后紧紧地抱住他 蓝翔笑了 眼中带泪地笑住 本来 这件事我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 你的来历太过神奇 我们也担心 这会对你造成影响 同样的 我们也有自己的私心 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也担心 你知道真相之后 接受不了 现在很好 真的很好 儿子 妈妈给你们做饭去 给你做好吃的 南城猛然跳了起来 就向厨房冲去 蓝翔赶忙到 你慢点 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白秀秀也站起身 笑道 我去给阿姨帮忙 说着也去了厨房 客厅里只剩下父子二人 蓝翔擦掉眼中的泪水 微笑道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蓝轩宇知道 父亲指的是自己的身世 摇摇头道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 我觉得 无论是乐叔叔 还是娜娜老师 都没有任何对势力的渴望 他们以后可能更多的 还是会选择类似隐居的生活吧 不会影响联邦什么 乐叔叔以前就跟我说过 他想要在史莱克城常驻 至于我 我应该还是会在内院学习 我已经考上内院了 而且获得了竞争史莱克 奇怪的资格 我一定要做这一代的史莱克 奇怪 虽然压力会很大 但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精彩 最近我接触了很多事 我才知道 原来联邦的和平 都是在强大武力守护之下 才带来的 而我们也一直都有 强大的敌人存在 未来 我也想要为了联邦的和平 而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他没有说的事 他还要报仇 报那险些失去那那老师的仇 他还深深地记得 当初那个家伙的投影 当那个人对他说出 活着不好吗 那句话的时候 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这次的经历 让蓝轩宇变强的心思 更不知道要强胜了多少 他要变得强大 变得能够和那些 顶级强者去抗衡 能够战胜强敌 能够守护家人 儿子 你已经长大了 你想要做什么 都可以自己去选择了 对此 爸爸 妈妈都不会给你太多的意见 更何况 你已经成长到 我们的意见 已经不能去左右 你发展的程度 但是 作为父亲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只是希望我的儿子 平平安安的 所以 无论你做什么 进行什么选择 都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让自己平安 我们也不需要你 经常回来看我们 但是 至少要让我们 经常知道你的消息 有时间的时候 多打通讯回来 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 爸爸 妈妈就很开心了 蓝轩宇叨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我都明白的 我的生命 不只是属于我自己 更是属于我的亲人们 对了 您想不想和妈妈 都搬去史莱克城住 那边的空气很好 生命气息 也要浓郁得多 对你们的身体 都会大有好处的 而且 我以后进入内院 应该大多数时间 也会在史莱克城 要是你们过去 咱们一家就能 经常团聚了 我们回母星 蓝翔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考虑过 这个问题 蓝轩宇点点头 道 我已经考入内院了 按照学院的规定 内院学员的家人 是可以被批准 到史莱克城居住的 我只要提出申请 应该就没问题 至于您和妈妈的工作 我也可以帮您问问 应该可以调动的吧 无论是蓝翔还是南城 职务都不是什么重要岗位 调动起来不会太难 蓝翔道 我和你妈妈 商量一下再说吧 说起来 当初离开母星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舍不得 毕竟 那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如果能够回去 还回到对全联邦来说 都犹如圣地一般的 史莱克城生活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当然是愿意的 最重要的是 能够经常见到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